大家好,好久不見了 我這個頻道早一個月都沒有出過片 因為病了,大感冒,沒什麼出去拍照 加上國慶,放假 今天再出來,大家猜猜我們現在在哪 對了,正在走到M家 走到M家做什麼呢? 是否看照片呢? 還是我們去photo-walk呢? 一會兒大家就知道了 HELLO,你今天為什麼要約我們在這裡? HELLO,大家好,又見面了 整個月沒有出片,今次再來一次 我們今次很榮幸,請到香港三大攝影師 嘩,你不要這麼說 第一天介紹,Matthew大家認識,上來吧 是嗎? 見面非常高的那個,受歡迎 接著到Roy了 HELLO,HELLO 電話響的那個是 Michael Michael叔,不是Michael哥 為什麼我們今次四個人在一起呢? 因為我們將會做一些都幾interesting的事情 我們將會搞一個跟貓貓有關的活動 這個貓貓不是我們普通在街上看到的貓貓 是些什麼? 是我們在街上收養的 即是我們的家人來的 是自家人來的 是我們的家人 我們會把我們的家人給大家看 好吧,不如大家說一下 為什麼我們會有家人的出現 除了我們普通的兄弟姊妹之外 我們還會有我們自己 後來當作領養的兄弟姊妹 不如我們再講解一下他們的故事 介紹給大家 好嗎?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你說吧 嗯 領養了兩隻貓 其中一隻是免恩貓 他六個月長大的時候就被人遺棄了 他現在的名字叫Simba 為什麼被人遺棄呢? 就是因為 他有兩隻手指就長得K型 然後那個B打就不要他 我們就看到他的情況 我們就領養了他 另一隻就是一隻尾短來的 叫Ostra 他是一隻B打貓 他是女生 當時他又是B打 見他生到差不多 而且他的年紀已經三歲半 遺棄了在Shelter 我們又見他的身世 以前做的B打貓 又長期有Cat Foo 見他這樣我們就領養了他回來 而且也挺有眼緣 是挺乖的一隻貓 就是這樣 他們現在來到你家多久? 兩隻都差不多有一年時間 一年時間 現在平均幾歲? 一隻就是一歲 另一隻就是四歲半 相差都幾大 平時在家生活有沒有打架? 兩隻相處是一般的 不過都各自安好 因為面子始終是比較小 現在Ostra年紀比較大 又不是那麼好動 所以兩隻又 偶爾會打架 不過兩隻相處的相處模式也挺有趣 想問一下這兩隻貓 是否你第一次領養回來 或是第一次養貓的經驗? 第一次養貓的經驗 第一次你領養 兩隻相差這麼大 也有很多挑戰 一點點 因為SIMBA太大隻面子 現在都差不多六點幾kg 所以它撲出來其實是挺害怕 也有足夠分量 有衝擊性 沒錯 而且也要下街放一下電 明白明白 好啊 我們再聽聽一下 譬如Mathiel 你說一下 你家裡的一隻 我家裡的一隻 不是名種貓 只是普通的唐貓 是叫格仔餅 原因是因為 它身上的屁股 那兩塊 只是看著屁股 啤色一點點 就好像格仔餅 救回來的女生 就把這個名字給它 又不是我所說的名字 它交給你的時候 就已經是名字 是的 它的故事就是 其實它在旺角山東街那邊 那些五金舖 它重建的時候 老闆就丟下了它 然後鎖在裡面 然後就餓了幾天 就有人發現 可以救了它出來 很可憐 是的 剛巧我的舍就上了一隻貓 所以剛巧就找到它 有一次 它本來被安置了一鐵皮屋 天台 但是因為快要打風 它就說 不如你先抽出它回家 那抽完之後就抽到今天 噢 那抽一下就變成家人 是的 那就過了八年 八年的一歲 現在今年九歲 九歲了 嘩 很老 是的 但是我記得上來你家 他都非常活躍 是的 現在是依依來的 那平常有沒有特別趣事 在家裡 他最喜歡打我 不是搞你的襪子 他喜歡躲在衣服那裡 其實他很活躍 他喜歡四處走 而且很癡人 我去哪裏他都一定要跟著我 那不太好 不過通常這些兄弟姐妹都很癡人 我發覺 因為我一個人住 他只對著我 因為他見到別人 可能就依賴了 哦 是 好了 Michael聽說你經歷很多 很滄桑 我們前前後後有五隻貓 嗯 第一隻就是2005年 就在愛護動物協會收養的 嗯 然後過了半年之後 就見到這隻貓 好像很悶 一天到黑望著一個窗 自己 然後我們有 有一個朋友 媽媽 都是在北角區 都是做貓義工的 嗯 我們就打算 找多隻貓回來陪牠玩 嗯 就見到有一隻 但是 伯母就說 要拿就要拿一對 因為另外那隻 就跟牠 收回來的時候 就是兩隻 很癡的 是 我們後來決定了之後 就 多隻貓 多隻貓 就拿了兩隻回來 有三隻 哇 接著 應該是隔了一年多 有一天太太 在上環 收工的時候 就見到有一隻貓 那隻貓 其實牠見了幾天 嗯 那隻貓應該是 可能太餓了 就 好像是 走不了路 跌跌跌跌 看到牠差點被車載死 就撿了牠回來了 就變成第四隻貓 第四隻貓 接著就是 2012年第五隻 在新江戲院的後門那裏 從天而降 跌在我們前面 就撿了第五隻回來 那現在五隻都在 有四隻就走了 就是已經 剩下最後一隻 對 最後撿回來那隻 現在暫時在現場就是一隻 對 有沒有試過五隻同堂 有 一起 有沒有打架的 少少 少少 怎樣也有些 少少 不過另外 最後那兩隻都是獨家村 那隻最新回來 那隻就做獨家村 那你五隻 我們個個都是一隻經驗 你五隻 你會不會特別 偏心某些貓 或者哪幾種你會特別偏心呢 其實都沒有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一次銀銀的 差不多 有沒有誰特別偏食 所以你喜歡他多些 每次都偏食 喜歡吃二手煙 喜歡多些 吃雪糕 對 那Henry 你的家子在旁邊是怎樣 告訴大家 我家的一隻其實都不是經常搶的 我家主要是我的女兒帶回家 在她的 我的故事是她們在屯門 有個親戚在後巷坑渠 我想是公公村說 下雨水浸 見到四隻貓浸到上頸 差不多就是死的 就撿起了她 那個衣衣就好 跟她洗乾淨 我女兒就拿回去 當然讓不了那麼多 原來是一個媽媽有三個寶寶 結果就沒有人領養 領養完了 其他就剩下最小最弱的那隻 弱到是什麼呢 我猜她出生的時候 她們猜都是一兩個月大 所以要人手餵奶 結果人手餵奶再一個月 她才可以吃到其他貓糧 她就被她養 所以她們改了我的名字 Herculus 希望她長大一點 大一點 那隻超人 她最初小時候 我都會寫出來 就是她會 她是很喜歡癡人 好像你們那些貓 其實她們都喜歡癡人 尤其是一個主要癡什麼 架底 因為夠亂了 一來到你抱著她 她就要趕著頭 不知聞你還是什麼 晚上睡覺 她就想癡人睡 但是她又不夠力 跳上床 結果她們放兩疊書 好像石級那樣 爬上牆 就可以貼著睡 是挺有趣的 現在大約有三歲 現在到處跳 很聰明 所以久不久 我又會在家裡住 在我那裡住 我們接下來的活動 是什麼時候呢 好 我們先說一下 我們接下來的活動 是什麼時候 是11月 多少號 1號至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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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裡 在這個荔枝角站 走五分鐘的位置 我們會把圖片放在這條影片下面 又或者去我們各大人IG都找到 直接在這裡放出來就可以了 是不是這樣拉出來 我們一起 在這裡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撤住我們了 是吧 時間地點已經有了 大家不清楚的 就看看圖片 要登記的 去到登記就可以了 沒問題 我們到時就會展示 我們的好兄弟姐妹給大家看 到時一定會令你驚喜 因為牠們真的太漂亮了 每個都美女美得不得了 不來看就真是吃虧的 尤其是如果你真的喜歡小動物 我們希望 我們這次第一次做這個活動 希望可以帶給大家一個訊息 就是 其實領養家貓是一個很好的 興趣或習慣來的 我們很鼓勵大家去領養 因為其實很多小動物 是需要我們幫忙 包括在街邊 可能他們遊蕩那些 又或者是出了世 就不夠人照顧那些 我們都很希望大家可以 集合大家的力量去幫幫他們 如果大家有興趣 想知道更多的情況 看看我們的美女美女 記得到時來我們的活動 OK? 好 今次就是這麼多宣摩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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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們